我把交代的事情絕對保養 開始有一點但是後來看到網路上 或是一些觀眾朋友對我一樣的支持 我就覺得還是有很大的安慰 就是畢竟你辛苦努力拍攝的作品又被看見 然後還被網友票選為最大遺囑 就為了就要把戲演好 沒入圍更應該把戲演好 小子女孩整個過程拍攝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我們碰到很多困難 那克服了那些困難之後 有好的作品被大家看見 那我覺得這一次真的聽到這些聲音都出現了 就是會覺得很可惜 或者是為什麼沒有小子女孩裡面的成員 當然我覺得最終觀眾看到的這些肯定 真的是對我們最大的安慰 第一個我覺得是小子女孩的導演徐福君 就她是一個目前我合作過裡面的戲劇節奏跟鏡頭掌握最好的導演 再來是她感情系的導戲方式也非常細膩 我會比較留意在公視的客台的戲劇 因為他們曾經在金鐘獎有很多驚喜出現 就是他們有很多的創作或者是很多的戲劇內容 其實是很精彩的 那這一次 我知道入圍的有阿壯美 他們跟著這些主流的戲劇一起 就是在人生的選拔裡面 然後他們入圍了 我覺得一定有她很特別的願意 喜劇節奏其實我覺得比較困難 但琴子棋的那個韌性我覺得對我來說是比較容易的 可能性格裡面某一部分其實很接近的 但是像我跟李珮旭之間的喜劇節奏的一些撞擊 那個是很難說你自己在家裡面做劇本功課 事前準備就有辦法做好那些節奏 就是經過無數次的這樣子的種子 包括跟導演才有那些節奏去走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目前沒有太余設戲劇的種類 還是希望可以再挑戰戲劇 不排除在演很接近的背景 或者是很接近的性格 但是還是希望那個故事的情節 或者是想要播的更是真的有 有一些不一樣